Hello,大家好,我是王王,欢迎来到这一期的断舍里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极简主义》这一本书 我终于花了一段时间,然后把它读完了 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读完它之后的一些总结和心得 关于作者乔舒亚和瑞恩,我在之前的视频已经提到过了 他们两个人的一个相关的背景是为什么会接触到极简主义 然后他们是怎么开始他们这个真诚的 然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往前面几期翻一下 我认为极简分为两种形式 第一种形式就是叫物质极简 然后第二种形式就属于精神极简 物质极简的话其实大家也都很清楚 在我好几期的视频里面我都做了一个物质的断舍里 就是很多的物品用不到的 然后或者说是完全是在家里面放着 然后积灰尘的那种物品就需要去断舍里的等等等等 然后我认为物质断舍里的一个代表作呢 就是山下英子老师的这一本断舍里 我认为这是一个断舍里初级阶段很适合去接触的一本书 而乔书亚和瑞安的这一本极简主义呢 我觉得更多的就偏向于精神极简 也就是说在你的生活当中 你的生命当中 人生的意义当中是怎么样去做到一个极简 物质极简和精神极简的关系就是你在物质极简的一段时间之后 然后你会慢慢慢慢慢慢在物质极简的过程当中 然后去探索精神的极简 所以可以简单的说我认为这一本极简主义的话 可能更适合中极阶段或者说是已经进行物质断舍里一段时间的小伙伴 可能更有意义吧 这本书的目的作者希望通过自己的分享 然后让每一个人或者说读到这本书的每一个人 让他们的生活和生命更有意义 而不是简单的说去做一个物质层面的 或者说是物理层面的一个断舍里 那我们接下来就分析一下 它这本书里面主要阐述的一些什么观点 首先这本书里面它一共想要阐述的是五大价值 然后这五大价值分别为健康 人际关系 热情 成长 和奉献 我会就这个五大价值然后分开来和大家说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第一大价值就是健康 其实健康是所有的生活和生命的一个起源 或者说是一个基础 作者就阐述了从几个方面来阐述 从健康的方面作者就提到了四个方面 分为情绪健康心理健康精神健康和财务健康 而作者比较强调的就是本身的这个身体的一个健康 身体的健康其实就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是饮食部分 然后另外一个是锻炼部分 然后它的主要的观点就是需要吃的健康 在饮食方面去做到吃的更健康 少糖 然后少零食 各种方面的锻炼的话 就是每天坚持去做一定量的运动 然后并且把这一个锻炼变成生活当中 自己日常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去进行 同时作者也提到了 就是睡眠也是相当重要的 从健康的这个观点呢 我想发表一下我自己的一个看法 就是或者说心得 我认为健康是真的很重要 每一个人其实都有不同的身体条件和身体状况 作者在这一段里面分享了很多自己的一些心得啊 或者说是饮食啊 或者说是各类方面的一种方法方式 我认为是有可行性的 但是并不是适合所有的人 每一个人还是你去需要找到自己的一个身体健康的一个方式 就像我自己的话 我比较喜欢做间歇性断食 因为间歇性断食 其实对于整个人的身体的一个新陈代谢 基岛素的蜂蜜也好 是非常有效果的 所以我自己会在饮食方面 或者说是健康方面 会多做一些间歇性断食的一个断食法的一个操练 通常的一些锻炼的话 我就是在家里面跳跳舞啊 或者说是有的时候跑跑步 但是我这一块我也比较欠缺 所以我希望自己也可以在这一方面 可以有更大的进步 争取每一天可以抽出一小段时间 不多可能就15分钟到半个小时的时间 然后坚持锻炼 那我觉得这一个就是非常好的 至于情绪心理精神和财务的这个健康 我认为需要去更深的去拓展进去讲 但是书里面没有更多的提及 那我在这里可以留在之后几期的视频 或者说是相关的话题我们再打开来说 接下去一个部分就是人际关系 其实人际关系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概念 其实就是爱与被爱 作者把这个人际关系分为三层 第一层是最首要的关系层 也就是自己的父母 自己的亲人 并且自己的非常非常非常要好的一个朋友 然后第二层呢 作者概括为次要关系 次要关系其实就是你每天可以接触到的一些 上下班的同事 无论是邻居也好 或者说是朋友也好 基本上频率非常高的去接触的一个群体 然后第三个部分呢 它分为外围圈 外围圈的话其实就是包括自己的邻居 包括一些可能偶尔需要接触到的 或者说是比如说你家里面要装修的一些装修师傅 各种各样的就是你需要在社会上面打交道的一些人 然后作者在这里强调的是 关于人际关系 他说最好的人际关系是应该不断的成长的 怎么去解释这个概念呢 就是在你每一个人 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他会经历不同的阶段 比如说我们从青年阶段演变到大学阶段 然后大学阶段演变到工作阶段 然后工作阶段开始有结婚啊 生小孩各种各样的人生不同阶段 其实你自己是在不同成长的 那么你周围身边的人也是在不同的不断的成长的 如果对方也是在不断成长 你也在不断成长 但是互相就是还会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联系的话 那么就相当于这样的人际关系就是非常健康的 或者说是非常好的 我也有非常好的朋友 就是自己一直从初中开始 然后一直有自己的密友 然后我们虽然在不同的领域里面 或者说是在不同的地方独自的成长 但是我们会每过一段时间都互相会联系一下 然后交流一下 包括自己在感觉到不舒服不开心的时候也会做一个分享 那么我觉得这样子的人际关系就是值得保留下来的 或者说是非常健康的人际关系 我也希望大家可以找到自己的更好的人际关系 以及是健康的人际关系 接下去第三点作者就谈到了热情 然后热情的话其实就是除工作之外 然后发现以及培养自己在生活中的兴趣 每一个人其实你们做的工作不一定是自己最热爱的 或者说是最喜欢的 或者每一天你可能就是做着很多重复的工作 那么从这一个方面来讲 让自己可以能够生活 然后可以能够有资金来源的基础上 是不是在自己闲暇的部分可以去发扬一下 或者说是培养一下自己的一些兴趣爱好 比如说有些人喜欢种花种草啊 然后还有一些人喜欢养小动物呀 或者还有一些人就是像我的话就喜欢玩拼图 然后或者有的时候就喜欢看书旅游各种各样的 其实都是很小的一个点 都可以把它作为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个兴趣爱好 然后作者在热情的这一部分呢 作者就提到一共分为两步 第一步呢就是要卸下自己的身份 自己的地位自己的财务自己的能力 各方面的一些束缚 也就是说有很多人他可能是因为自己的 比如说身份是可能是一个大公司的CEO 或者说是就觉得可能去培养自己的兴趣 会有一些束缚也好 或者说是有一些禁锢也好 就作者在这一方面就希望培养自己热情的人 爱好的人就把自己就只单纯的关注在自己的身上 其实我觉得可以把它解释为让自己还原到一个初始的阶段 人生初始的阶段其实就是小孩的阶段 小孩就很喜欢有一些人 小孩就是他很喜欢换话他拿起一支画笔 他就是在生活当中去他找到一些东西 然后呢去发现自己的一些兴趣爱好 第二步就是开始寻找自己的热情 那你再放下所有的负担 或者说是自己所有的责任或者压力之后 那么你慢慢的可能就会发现 自己生活当中有一些东西你是热爱的 很多人他可能喜欢种种花种种草 然后呢或者说是他喜欢养一些小动物 然后还有一些人喜欢看书旅游 各种各样的 其实在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兴趣爱好是可以等待你去发现的 在这里呢我想给大家读一段就是乔治亚他写的一段话 可能是比较触动我的吧 因为乔治亚和瑞恩他们决定做全职极简主义之后 他们的收入就是比之前大大的减少 然后他们只是靠网上写文章啊 或者说是去做一些宣传 或者说出书 然后来得到自己的收入 但是乔治亚就在这里说了一句话 然后我觉得还是蛮感触的 然后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现在的钱真的比以前少 有时候一周工作的时间还比以前长 但我们热爱着自己所做的事情 未知着迷 所以不觉得自己是在工作 这一点是把工作作为自己的爱好 自己的热情去发展 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非常理想的状态 可能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达到 但是我认为这是我们可以去往那个地方发展 也有可能是我们维持着现在的工作 但是在工作的之余 我们可以去发现一些能够让自己快乐 能够让自己就是全心全意去投入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也是已经一件非常不错的事情 接下去的这两大价值是最重要的价值 就是成长和奉献 这两大价值 作者认为成长有两种形式 然后这两种形式呢分别为 第一种形式是巨人式的飞跃 巨人式的飞跃比如说是高考中考 然后接下去是可能离婚结婚大学等等 就是这一些是比较关键的转折点 这个会被规划为巨人式飞跃的一个成长 就是你必须在人生当中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 那么这个叫巨人式的飞跃 其次第二部分就是日积月累的变化 这一个部分可能我认为是比较重要的 就是日积月累的怎么称为日积月累的变化 就是你的工作你的学习 然后还有你的比如说健身 你要通过一长段时间才可以见到效果 或者说是慢慢慢慢转型的一个过程 就像我的话对于我来说 就是我在高考完从高考的时候 然后决定来加拿大 这是一个巨人式的飞跃 从在国内读书然后转变到国外读书 这是一个巨人式的飞跃 但是怎么样是日积月累的变化 就是我在这个四年的大学时间 在加拿大读书的大学时间 我学习了法语 然后呢学习了动画专业 或者说是学习了一些相关的软件 这是一个日积月累的变化 因为我不可能在第一时间就看到它的变化 但是它是一个长时间的 然后给我带来的一个不同阶段的一个转变吧 作者把这个成长的步骤分为了几份 就是第一份就是建立目标 然后行动 然后达到目标 然后再建立新的目标 其实就是一个循环往复的一个过程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不断的不断的不断的在提升 最后一个价值就是奉献 作者在这里就说 之前所有提到的健康 人际关系 热情 成长都是以自我为中心 而奉献是一个大的跨越 也就是你从自我的成长发展到了助人的成长 也就是你把自己所知所求 去帮助到别人 去帮助别人成长的一个过程 那么就叫做奉献的一个过程 作者提到就是奉献的目的是为了给人生增添价值 就是在你本身自己已经有一定价值的过程当中 去帮助别人 那么你的人生的价值会更上一层楼吧 我在这里就是想和大家分享一段就是作者提到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你就会开始剔除那些不会为你或他人的人生增添价值的东西 就是慢慢的你会意识到人生会变得不太一样 然后你会发现我不能够把自己的时间浪费在没有办法给我增添价值的事情上面 而我更专注于去帮助别人 我的人生增添价值 以及为别人的人生增添价值的一个过程当中 在这里作者就提供了几个可以让你去奉献的一个方法 就是比如说像当地的组织啊 志愿者啊扶贫帮困啊等等 然后其次就是从自我开始 比如说提供一些帮助啊 你可以在网上就是免费的给人家教书啊 一些培训啊等等 就像我现在我在给大家就是分享这一本书 那么在分享这一本书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也是让很多的人了解了一些知识 那么这就是一个奉献的一个过程 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很细小的很微妙的 但是如果你坚持的话 其实就是给自己的人生增添了价值 也是为所有人的人生增添了价值 在这里我想总结一下 奉献是为了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精力 这也就是为自己的人生增添价值 获得生命和生活的意义 好了 这五价值我们就分享完了 关于这五个价值 作者的最后的建议就是 如果你有这五个价值 你有比较薄弱的环节 那么你就把这个薄弱的两 其中两个价值拉出来 然后呢单独的训练它们 比如说像有一些人他可能比较害羞 或者说是内向 那么他需要去在人际关系的这个价值上面 去花更多的功夫 还有一些人他可能比较懒吧 不爱运动或者是比较的自卑啊 那么你就可以在健康的方面 去进行相对的一个调整 这样的话让自己的五个价值 都可以达到一个平衡 并且在不断的协调的过程当中 然后让自己的价值就是更上一层楼 现在我也来做一下我自己读完这一本书的一个小小的感触吧 我认为这一本书可能需要去不断的去读它 并且在每一段时间可能读它的感受会不一样 在书中提到的很多价值 我有很多的欠缺的部分 我也希望就是按照作者建议的 然后我去找一下自己比较欠缺的价值 然后去进行一个补充 并且呢我也会不断的再进行物质的断损 物质的极简 在物质的极简的过程当中 我再发现自己的一些精神极简的一些想法和总结吧 这一本书虽然叫极简主义 但是却一直都没有去提极简这两个字 但是它却是无时不刻的通过其他的方式令你感悟到 这就是极简主义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要领 包括是极简主义可以达到的一个相对理想的一个状态 我的分享可能不是特别的全面 但是呢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 可以买一本这一书 慢慢慢慢去细评它里面所说的一些观念啊 价值啊各个方面的 但是我想提及的是 因为瑞安和乔述啊 他们是美国人 所以他们本身的意识形态和观念上面 可能和我们会有一些不同 所以我希望大家也可以读完之后 也可以做一个思考 然后做一个取长补短的一个动作吧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 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一次的分享 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加入极简主义的大家庭里 可以多多的和我分享 多多的和我交流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咯 希望大家三连 然后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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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